我们终于买了人生的第一间房子了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家 家图四壁 现在家图四壁 然后没有什么墙啊地板啊什么都没有 连厕所都没有 但是我们想说蛮值得纪念这一刻 因为装潢好以后就不是长这样子了 然后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买这个房子 然后买房子的过程啦 然后还有一些心路历程等等的 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支影片在讲那个 买房派跟租房派 我觉得是属于租房派 因为我认为就是把钱拿去投资会比较划算 现在就是一直不想要自己的房子 但最后为什么我还是买房了呢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应该这样讲 就是你人生上面总是有你最想要最需求的东西 当然我之前在租房派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一个客观的想法啦 就是你会觉得说你把钱拿去投资股市啊 或是投资一些金融商品 应该可以比房子来获利的更多的那种感觉 可是你拥有一间自己房子的那个感受 我觉得那个很难说用金钱的数字去衡量 买房我老实说我觉得买房就是一个亏钱的事情 一个就是负债啊 对啊然后你要装潢就是一直付出去啊 对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你换来的这个心灵的一个满足 跟就是整个家庭的汇序 会觉得哇这是我们家耶这样子 对我们现在就还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之中 忽略后面的负债数字 因为我们就是租屋蛮多年了嘛 那之前都是因为没有特别想要住在哪里 好像可以换大一点就换大一点这样 居无定所的感觉 对就是没有特别觉得哪里是我们的家 不过也是蛮好的啦 就是你想去哪里就想去哪里 我们最后会决定买房也是因为我们就是工作室 大家都很稳定 我们应该也不会突然跑去台中啊 还是台南 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家小孩 也是要上小学 那我觉得小学之后他就 我不太想要就是他跟着我们一直搬家 然后转学 好吧那我们就好好找一个就是 可以住久一点 然后愿意花钱装潢 对 因为租屋就不想花钱装潢 所以这样时间其实我们有找房仲啦 然后我们又去看预售屋啦 然后我很常看三五线上想屋 然后听Podcast啊 然后上一些那种社团啊 还是评论的地方就是到处看一看 他五九亿也会去看这样 然后也会跟他讨论说 我们大概需要几坪 然后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对于家的想象是什么 我自己在选择买房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可能室内实际坪数这样 一定要多少 四十以上 五十是最好这样子 因为我们到时候一人一间嘛 预算 因为你能够就是带到多少房子 或是你能够让银行 省合多少的额度出来 其实大概算得出来 有些地方就是银行就会带给你八成 可是有一些他就是给你带六成跟七成 那这都会影响到我们 有没有办法买那边的房子 环境 然后还有我们的学区啊 你要考量啊 然后附近说 比方说你要去做一些 有没有公园 像我们就是妈妈很喜欢有公园 就可以带小孩去放风 对啊 然后医院会不会很远 然后或者有没有一些就是 闲雾设施啊 就是比方说 可能附近就很常会有 庙会的活动啊 这个我也不行 或者是附近就可能就是 孟阿波 对 孟阿波 孟阿波 虽然我没有很迷信 但孟阿波我也不太想看到 你拜托你怕鬼怕要死 这样是孟阿波你OK啦 孟阿波我真的不行 我第一个就是采光一定要很好 我超级在意采光 大片的那种落地窗的采光 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很在意格局 我不喜欢那种机灵格局 然后还有楼膏 我也不喜欢楼膏太矮 会有压迫感 对会有压迫感 因为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都长得还蛮高的 就是现在小朋友营养都很好 如果可以走路上学 一百分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走路上学 我也是 我们小时候可以走路上学 基本上就是两公里三公里 你还记得我家我很近啊 五分钟就到了 重点是住最近的越长迟到 其实这样列完我们几个想要的条件 就是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知道说 也可以列出自己的条件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 买房其实不用真的要看到一百间 或几百间这些红肉 因为你把你想要的东西列出来之后 你其实过筛很多 我觉得这样 把筛下来 其实你自己心目中 而且你会越来越清楚 对理想名单就会 很清楚 然后你就会知道 你就是看了大概几间你就会知道说 哦 什么房子你有时候看照片 你就知道可以不用去看 其实这间房子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先在我屋上看 然后我就传给他 他就说 啊那个看起来很小嘛 因为他觉得照片都会广角 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间房子了 我觉得他的 他的建筑的设计是 你真的没有看过的 就是他有一个天井 有一个加速 我就觉得天啊太舒服了 是我梦想中的房子 然后我就说 不然我们就先去那附近看看 搞不好除了这间房子 还有其他房子也很好 然后我们先去看看环境 我们喜不喜欢 然后我就想说 哎不然我打电话看看 看可不可以看 就是完全就只是一个 哎不然就看看 没有也没关系 就一打的时候 他说可以可以来啊 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要看房子 疫情很闲 然后我们第一次 踏进这个房子的时候 人父亲就说 哎 蛮大的耶 就是没有 你想象中照片那么小 然后我们几乎是 第一眼就很喜欢 非常喜欢 而且不是只有我们喜欢 是小孩子也很爱 就增加了我们对家的想象 就是哇 如果我们租在这里的话 就是孩子也很开心 然后我们也很舒服的感觉 但是就是表面上好像很冷静 就代销介绍我们一离开 但是也有老公 那房子怎么那么美了 但是呢 那时候是不能买的啦 因为预算高出太多 就看到一个很理想的房子 嗯 对 好吧 那就是 让它成为我们一个梦想 那时候二弟已经要本上展店了 然后所以他已经跟我们住一段时间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看了这房子很喜欢 我回去跟他分享 然后他也有来看 然后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都好喜欢 对 然后我们就是回家以后 我们就在讨论说 那还是我们就住在一起 对 对 我们住在一起 就是除了互相有的照应 然后房贷也有人互相cover 听起来很不错 对 而且房子 对 房间数量应该也够 对 就我们一起生活 对 对 对 一二三 天井 哈哈哈 什么啦 大啊 如果最喜欢新家就是大啊 我自己因为我娘家基本上他每次都是买透天 然后就是其实也蛮大间的 然后就好多层楼 可是呢我其实对透天的印象没有很好 所以我其实压根都没有想过我会住透天 一来是我很讨厌爬楼梯 然后二来是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家人被分开的感觉 但是这一间我会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 他太特别了 他在他的中间的地方有挖一个像是类似天井的感觉 那等于是说我在一楼我可以看到二楼 就是孩子通常都住二楼嘛 就可以跟二楼的孩子互动 然后跟厨房啊什么都是很通透的 大家感觉像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不会好像自己住一层一层的感觉 有一种楼中楼的感觉 有一点那个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他有电梯 我觉得如果没有电梯的透天我是不会住的 因为我是好懒得爬楼梯哦 就像大家看到的我们买的就是全毛胚 是连厕所都没有的那一种 就是你完全可以照你自己想要的设计 这样子还蛮好 就可以完全打造自己心中想要的家 买了房子只是第一步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装潢 有更多东西跟大家做分享哦 我有听我们设计师说 我们扣掉就是图面讨论不说 就是从开始装潢施工开始 大概要八九个月才会好 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欠佳装潢日记的影片 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装潢的大小事 希望说我们这些装潢啊买房的经验 可以给就是未来你也是想要买房 想要装潢的人 都有一些很好的参考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还想看更多居家设计改造的内容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 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碧小编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中天财经频道与钱同行 通膨时代来临荷包不缩水 台股美股ETM 基金外币黄金 虚拟货币还有头显 如何投资理财创造被动收入 实现财富自由 房市火热 政府打房一波波 房价越打越高 何时才是买房好时机 请锁定每周二五晚间八点钟 中天财经频道 张亚婷和您与钱同行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经周报 每周六日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你知道 凡是跟资金有关的这个市场 都会受损 所以房屋市场也是一样 明年的利率是绝对高于它 所以明年应该 那最后它的决定是2.8 欧洲决定是恶物产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经浪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报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就能够享优惠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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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